自行車 飛輪 可遮疊式跑步機等各式健身器材 全是台灣品牌 近來在印尼亞加達大型購物中心展出 借民眾上前體驗 愛好騎自行車的印尼民眾 尼特五年前在朋友的建議下 購買台灣美麗達的自行車 他說得知展覽消息 立刻前來參觀 看準疫情下民眾居家健身需求 印尼健身器材的零售市場潛力大 台灣國際專業展首度醫學海外 企圖搶攻疫情推升的中高端消費人口 這是我們第一次把產品 包括自行車 運動學員器材的產品 從台灣帶過來這邊展出 這是第一次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外貿協會亞加達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林立凱指出 台灣國際專業展過去每年都吸引許多國際買主 但近來受到疫情影響 廠商只能在線上舉行商展 外貿協會改將台灣產品帶到海外展示破銷 並安排將近40家印尼當地買主 與台灣參展廠商進行線上洽談 渴望帶動台灣健身品牌成長 最多人在這裏 他們只知道 從美國、中國、中國、印尼 但現在 跟台灣品牌進來 我們有信心 我們很幸運 我們可以發展 我們可以發展到所有的新聞 到所有的印尼市場 亞加達台灣貿易中心舉出 隨著疫情建築穩定 在自行車與健身器材展後 也將舉行台北國際包裝工業展 以及台北國際食品加工機械展等 展出台灣自動化食品機械 包裝機械等最新科技技術 擴展商機 擴展商機